是宜蘭檢調昨天搜索羅東鎮公所 包括羅東鎮長吳秋玲 主任秘書以及行政室主任等人 都遭到了帶走約詢 檢方復訊之後 吳秋玲被依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預令20萬元交保 其餘人等訊厚請回 吳秋玲在今年3月30號的時候 和多名校長以及家長會長參訊 被人家檢舉送紅酒會選 檢調約談了22個人釐清案情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訊問之後 檢察官依吳秋玲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預令他20萬元交保 其餘人等訊厚請回 吳秋玲離開調查站時表示 選舉選成這樣真的是很無言 吳秋玲之前曾經捲入宜蘭縣長林茲廟 以及縣府團隊設計的土地增值稅案 宜蘭地檢署在8月23號徵節 認定吳秋玲涉及不當官說 但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設有貪污情結 所以吳秋玲的部分被檢察官簽結 才得以從官司拖行 出品 出品 感谢观看